有個重量加速度9.8 有個質量14700牛頓的火箭 就很討厭 重量應該用公斤 他卻給我牛頓 所以你要把牛頓換成公斤重 要換公斤重 一公斤重是9.8牛頓 這樣你才會知道質量是多大 因為只要用公斤 受到穩定向上推力 有兩公尺秒秒加速上升 請問你該火箭的質量多少公斤 這個就只是單位換算 這個就只是單位換算 可是我給你這麼多牛頓 請問你它是多少公斤重 是多少公斤 這單純是單位換算而已 換算而已 就像有人給力不給牛頓 給公斤重 你要把公斤重換成牛頓 這裡需要質量 質量要用公斤他給牛頓 所以要換算 請問你換算出來結果是多少 換算的結果出來是多少 來 帥哥男 二八 二十八號 二十八誰 多少 多少 一萬五千 請坐 你是哪裡差一個小數點 一公斤重 一公斤重九點八牛頓 一公斤重九點八分之一 一公斤重九點八分之一 所以要變小 所以一千五百公斤 這是一個做法 這是一個做法 直接用背的 直接用背的 另外一個做法 另外一個做法是什麼 帶F點MA F就是重量 重量的重力 等於MA 所以算出來也是一千五 你會覺得計算的方式 計算的步驟都一樣 可是他的思考想法有一點不一樣 一個單純是用背的 一個是帶回去F點MA 反正答案就是這樣 OK 這就是第一個小題 第二個小題 問我說 第二個小題 等一下 第二個小題 他問我說 所受向上推力多少 請注意這裡有一個小問題 我直接告訴你 我直接告訴你 你用兩公尺秒 明明做答案是錯的 為什麼錯 為什麼錯 你直接說 我一千五百公斤 加速度二 這樣直接成是錯的 為什麼錯 回答一句話 誰受力 受哪些力 合力是多少 合力的M的M的A A是真正表現的加速度 這就是二 公尺真正表現的加速度 他現在問的是 向上推力多少 這種題目 在過去未來 還會再繼續出現 你會弄掉 你會少算 你會想錯 我直接告訴你 你直接拿二乘一千五是錯的 為什麼錯 為什麼錯 誰受力 受哪些力 合力是多少 合力M的M的M A是真正表現的加速度 就是二 這個人是二 問題他受哪些力 他受哪些力 低薪 他受哪些力 所以他答案在多少 所以他答案在多少 那幾牛隊 我已經明示你了 我說這兩個小問題 可是我已經把小 直接明示你了 你不可以直接帶 你不可以直接帶 這個人已經不存在了 一號 一號不在了 十號 一千五 十號 十號在哪裡 體力 怎麼這樣你不知道 一萬四千七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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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受一個向上推力F 可是他受個什麼 重力向下 所以他有兩個力 一個向上推力 一個向下重力 兩個的合力 才造成加速度是二 聽懂嗎 所以F.MA 所以第一個是F 我的向上推力 要扣掉我的什麼 向下的重力 牛頓 他已經給牛頓了嘛 所以不用換了對不對 就是一萬四千七百牛頓 然後就給MMA M就是受力質量 A就是真正的加速度 就是剛剛他寫的二嘛 所以答案會變成 一萬七千七百 就是你會直接的想說 啊我拉多 我這樣多少 你忘記他有什麼力 重力 你忘記他有重力 所以答案是17700 這就是我們的練習13 可以嗎 可以